欢迎们好 今天我们一起重温光辉的历史文献 就是八戒十二中全会的公报 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第八戒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八戒中央委员会 1968年10月31日于北京市发布 中国共产党第八戒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 于1968年10月13日在北京开幕 于10月31日胜利闭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 主持了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并就1966年8月党的八戒十一中全会以来 无产积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做了极其重要的讲话 毛泽东主席的七律战友林彪副主席出席了会议 做了重要的讲话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出席了会议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一致认为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 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是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 无产阶级反对自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次 政治大革命 全会认为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这个伟大的革命文献 为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出了胜利的航向 全会认为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以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 都是正确的 全会认为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 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 各个时期的一系列重要指示 林副主席的多次讲话都是正确的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彻执行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 起了重要的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 是非常及时的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 在以毛主席为首 林副主席为副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 经过两年来的极其复杂 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 空前广泛 深入的发动了亿万人民群众 在中国人民解藏军的支持下 经历了反复的阶级叫燃 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 妄图篡打篡政 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集体在各地的代理人 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 在全国除台湾省外 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现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 全会认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进一步证明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 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 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 已经从思想上 政治上 组织上 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 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关于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这个报告已充分的证据查明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 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 内奸 公贼 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 现在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全会认为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 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 一致通过决议 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 判打判国的罪行 全会号召全党 同志和全国人民 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 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 一小说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 全会指出 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贯穿着两个阶级 两条道路 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 斗争的中心是政权问题 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 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手里的问题 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 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 曾经用政治的经济的各种手段 或者从右的方面 或者从极左即行左实右的方面 妄图混淆阶级阶级阶级 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 但是他们种种阴谋已经被掌握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人民群众一一揭穿了 全会认为对于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的破坏活动 必须继续提高警惕 全会严肃的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 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反对以毛主席为首 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1967年的二月逆流 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 和金春内虎为二月逆流方案的协封 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胜利 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统治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极其深远的意义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 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利明主义 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 就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毛泽东思想在亿万人民中迅速的传播 深入人心 广大共同兵群众在斗争中自觉的活悬活用毛泽东思想 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使我国永无变色的根本保证 全党全军和各级革命委员会 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 林英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每一项最新指示 进一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 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 使我们各项工作继续不断的取得新的胜利 第八阶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号召全国工人贫下工农 人民解放军职战员 革命干部 革命的红卫兵 革命的知识分子 号召全国各族革命人民坚决执行毛主席 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 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 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 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必须继续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伟大原则 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进行革命大批判 精简机构 干部下放劳动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指示 使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密切联系群众 不断的巩固发展和完善 更好地担负起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 我们必须继续在工厂 人民公社 机关 学校 一切企业事业单位 街道等各个方面 充分发动群众 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阶级队伍的工作 把混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缩反共病分子挖出来 我们必须执行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因素 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 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 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空波的先锋队组织的指示 执行毛主席关于土姑纳新的指示 认真做好整党建党工作 把查明有据的混进党妹的叛徒 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退化变质分子 以及其他阶级一级分子清除出党 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入党 首先是吸收产业工人中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入党 选拔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优秀的共产党员 参加党的领导工作 我们必须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 对知识分子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 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 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 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 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关键问题 参加这项光荣任务的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我们必须抓生产 我们必须抓革命 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 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 社会主义农业 和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更加出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伟大推动力 它正在促进 并将继续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的飞跃 我们必须不断的加强伟大的人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 进一步巩固国防 继续做好佣军爱民的工作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对于豺狼成性的美帝国主义和苏联 现在修正主义叛徒集团 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 如果敌人胆敢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 我们就坚决彻底干净 全部消灭之 全会认为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 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 正在蓬蓬勃勃的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 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 他们矛盾重重 分崩离析 内外交困 走同无路 日益陷于孤立的 日益陷于空前的孤立 美帝和苏修妄想重新瓜分世界 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 美帝国主义对越南进行了侵略战争 得到了苏修的默契和支持 而苏修叛徒集团公开出兵 占领杰克斯洛伐克 也得到了美国的默契和支持 他们这种肮脏的政治交易 已经彻头彻尾的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 他们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动 加深了帝国主义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的内部矛盾 促进了美帝和苏修国内被压迫人民群众的绝物 同时正在激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 反对美帝和苏修的新的伟大的斗争高潮 不管斗争的道路有什么曲折 不管美帝苏修拼凑一些什么垃圾 组织反华反革命的神圣同盟 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我们绝不顾虑 占世界人口90%以上要革命的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毫无疑问 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必然要被革命人民彻底粉碎 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都必将在自己的斗争中得到彻底翻身 在毛泽东统治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政策 同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在一起 坚决支持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 坚决支持英勇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的战争进行到底 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 反对修正主义 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一切正义斗争 中国共产党认为 一切被美帝国主义 苏联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所压迫的人民 应当结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 彻底粉罪美帝苏兄妄图霸占世界的阴谋 以便更迅速的取得自己的胜利和解放 这次全会是在国内国际一片大好形势下召开的 这是一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动员会议 是一次在以毛主席为首 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 全党空前团结的会议 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朝气蓬勃的会议 全会相信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革命人民都会很高兴我们这次会议的成功 而对我们这次会议感到恐惧的只是一小撮 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者 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国内外反动派 紧跟伟大领袖 锦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 胜利 是属于我们的 八戒十二中全会的公报 如上 今天独来 依旧是那样的高屋建立 依旧是那样的穿越时空的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 八戒十二中全会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了正式的总结 他预示着或者说等于宣布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的结束 同时他也预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后续的斗争 用毛主席后来的话说 叫文化大革命 七八年搞一策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在付出了那样的代价 之后取得的这种这个胜利是来之不易的 他甚至是先许凝成的 他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的财富 他是世界人民的共同的财富 分享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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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